大家好,我是王源 这一次呢,我来纽约参加的是联合国的青年论坛 然后来讨论的呢,就是各国青年的发展 然后这一次在会上听到来自各国各地区各大洲各大型的其他的青年代表 他们的见解,说出了他们国家青年相应的问题 然后也提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办法,解决办法 然后我就说出了我成为了2030年是怎么样子的 然后说出了我希望男女都能平等 然后能够有平等收教育的权利和公平收教育的机会 其实交流是很少的,就是因为大家都在这专心的听演讲 但是我感触比较深的就是一个来自非洲还是拉宁美洲的一个女生 她在讲她说她们国家的国情怎么怎么样 然后希望政府重视 然后我觉得就是很好 就是说每个国家政府都能重视起青年人 没有特意去留意关于联合国有关的 但是其实国内比如说关于教育或者关于贫困儿童 受不到教育这件事情 其实一直都有在从身边的新闻啦电视啦 或者是手机上面这些了解这些信息 所以一直有在关注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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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